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KX看股 今天是9月11号啊,2024年啊 今天的马股又是啊,好像我放Facebook那边了 吐,吐,吐,吐水啦,看到啦,吐到七彩啦 KLC ID,然后呢,下几股也很多啦 有一点新闻啊,可能要有拿到工,HC Group也是拿到工 昨天比较大的新闻是美国总统辩论啊 看来这次Kamala真的有机会啦 Kamala辩论之后看到比较强 特朗普你知道啦,特朗普他去ABC,被ABC那两个 酸打一啦,因为ABC也是跟这个Kamala派的啦 所以他们就比较怎么讲啦,比较针对于特朗普啦 特朗普也是他太过自信啦,上次这个Covid的时候 他也是太过自信啦,做到不够好 但是他也不会改变啦,因为他太过自信啦 这次也是啦,他也是跟着一样的方法去打 换了人不是拜登了,他的方法打拜登很好 但是打Kamala就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结果看来出来呢,这个民主派看来暂时比较好 他的实力突然间比较强了啦 本来Kamala要打特朗普是非常难啦,非常难 但拜登还有机会啦,但是拜登就是因为他这个衰老的问题啦 如果他没有衰老,他是还有机会 但是他衰老的问题,记忆力不好就这样啦 Kamala原本是没有什么机会,看来他的机会不大啦 因为特朗普真的是非常强啦 但是这个辩论可能他好一点啦,虽然是三打一 但是特朗普他也知道他没有做过,他就是好像没有做过功课 这个Kamala就有做到功课,他又做到功课做到够啦 特朗普就没有什么做到功课,进去就开枪啦 所以显示到他好像怎么样讲啦,比较冲动这样子 所以没有那个总统的那个 怎么讲啦,霸气的,少了一点 可是看来看人啦,如果你是特朗普很喜欢特朗普 不然你也是喜欢啦,但是你要看到啦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出来的后果是 这个民主派战是比较好一点啦 但是这次他真的是有机会啦 真的有机会可以啊 赢特朗普啦,上次比较难啦 有Elon Musk在特朗普那边很多啊 这些出名的人,但是现在他是真的看来是有机会啦 OK,我们看看免修生命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特朗普太过自信,他赢就是因为他太自信,他输也是因为他太过自信 所以有他的好处和有他的坏处 你看看这个 但是美国你要知道啦,我跟你讲个字啦 谁做总统,他们的政策是不会变太多的 不会变太多的 我们看这个KLCI是164亿 今天跌蛮多,18.8% 跌20%了 sorry啊,我refresh一下 1639,跌了20% 20点啊 1.238% 新加坡上了0.505% 香港掉了0.728% 韩国掉了0.399% 日本掉了1.492% 奇怪啊 我才预料昨天民主派看来比较好 韩国应该会反弹的奇怪 还是跌了有点奇怪 泰国掉了0.862% 中国FTSE掉了0.586% SSE掉了0.816% SSE上了0.391% 这个澳洲 掉了0.3% 台湾也掉了0.157% 我预料他们会反弹一点 我看今天美国有没有反弹 如果美国反弹 应该会跟着有点反弹啦 但是我们要等等看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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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0.372% 我看欧洲 英国 FTSE上了0.185% 德国 上了0.211% 上了0.211% 掉了0.185% sorry 英国 我看美国 掉了0.227% MISE 掉了0.199% S&P 上了0.47% NASDAB 上了0.837% 我们看这个 一点一点 还有点重力 我们看中油 中油 404% 不是很强 油70 原油66% 跌到很够力 油了 OK 所以不要乱乱去踩 2553 是OK 赢29 上了一点 29.2 美金对马币 4.3270 所以美金慢慢也是花租下去 所以我们看 比特币掉了一点 56,000 以太坊 2325 所以比特币跌回一点 就是那个 因为 现在特朗普是比较支持 比特币 比较支持加密货币 特朗普 这个辩论出来 没有这样好 它的效果没有这样好 这个比特币就跌了 它的这个 支持 可能会跌了一点 OK 我们看这个 嗯 马股 OK 1639 收价1639.8 掉了20.55 哈 20.55% 20.55 1.24% 2.952 个Billion 量也是很小 今天 情绪25 上升股28 三下跌股825 哇 超多很多 没有交易的 没有变到431 没有交易的927 所以今天这个盘路就是跌了 OK 哦 G20有上一点今天了 5% 我们看板块 我们看板块 建筑掉了0.77 消费掉了1.0 能源上了0.2.84 金融上了1.68 哎 sorry 全部是跌了 OK 消费掉了1.0 哇 这个 能源掉了2.84 金融 金融掉了1.68 因为MAYBANK 今天MAYBANK 他出股息了 OK 啊 啊 医疗掉了1.69 工业 掉了0.9 中指掉了1.14 全部是8%啊 房产掉了1.51 REIT 掉了0.23 哇 科技大跌2.14 啊 电讯上了0.03 运输掉了1.2 工业掉了0.03 OK 我们意料Market 会比较 OK OK 我们看外资 外资昨天是进买 进买200 294 294 294个Million啊 OK 本地集团是淘啊 进卖啊 进卖275个Million 卖啊 OK 这个是进啊 这个是出 然后散户 散户 散户也是淘 19个Million 啊 散户也是淘 所以 只是外资一直在买啦 啊 散户一直 昨天买一下子 这集团 今天又大量的淘 OK 大量的卖啊 进卖啊 OK 我们看看 啊 看看图 看Kelsea Kelsea跌破了昨天的支持位啊 1650啊 OK 看来他要来这个1635 如果1635撑得稳 还可能还OK 撑不稳 可能他会跌了一下来哦 哦 跌比较多啊 要小心啊 OK 嗯 呃 呃 Ace Market Ace Market跌了1.15 Ace Market看来要下来这个 49 493 呃 中盘 中盘也跌了1.09 啊 中盘下来要回来这个16000 呃 16500这边 然后小盘 小盘也是啦 小盘跌破了支撑啊 看来他还要一千一千的跌 要小心啊 OK 我们看一下板块 哇 建筑建筑还是在那边慢慢的 调做下去 能源很够力哦 那些 不要乱乱去踩打仗那些东西啦 OK 所以他跌破了这个支撑 看来 蛮严重啊 金融 OK金融今天啊 昨天假突破啊 昨天突破 今天跌了下来这个假突破 你要小心啊 可能他会开始下来这边 或者 开始下来 测试这边的底 甚至啊 跌破甚至会开始下调啦 OK医疗 医疗还在下调啦 这样他就知道啦 OK 你看这个房产 房产也是继续下调 科技 科技 很够力啦 跌到很够力啦 继续 哇 排山倒海的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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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Facebook一下 呵呵呵 吐到气彩啦 看马股看到了 呵呵呵 BOWEST 有棒嘛 BOWEST BOWEST BOWEST呢 他有一点反弹 然后有一个好像双底这样啦 所以他反弹 但是他有限啦 因为他有一个上升通道 他跌破了 他冲回上来 他会遇到这个通道和这个 0.64这个顶啊 我们 要小心啦 我觉得他 空间不大啦 不想不能起 空间 好像不是很大这样啦 因为他已经跌破这个通道了啊 那个上升通道啊 KENJI 全部 BABUN BABUN 全部叫他的朋友一起开会啦 看到马股一直在跌 呵呵呵 叫他的这个同事全部啦 全部CEO CFO 呵呵呵 CSO 呵呵呵 以后我们去开会 哎呀真的 一张去做 CSO C COO CEO CSO CFO CFO CSO 默奥都有啦 在里面 哎呀真的 最怕就是 最怕就是 中这个七集啊 呵呵 記得我拿那个 讲那个七集的故事嗎 呵呵呵 对啦 啊 心 哎呦在那边摇啦 Market在睡觉啦 睡觉 睡不醒啊 I pretend not see Joe 看不到啊 心 心 Aaron Aaron 等到 等到变骨头了 看啥 BUSA 我想咬 咬 咬 咬到七彩啊 咬到七彩啊 正义 又地震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啦 哈哈 呃 幸好老师分享啊 看到Hawk 0.3就想买路 现在跌到0.32了 还是耐心等待啦 等待 春天啊 等待春天到来 很聪明啊 OK 啊 冬天 你种什么都是死啊 这为什么你还要去种啊 暴风雨 怎么去打鱼 怎么去抓鱼啊 自己的船都不能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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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稳定啊 纷纷都沉船啊 所以暴风雨就不要去抓鱼哦 啊 概念是这样啦 啊 啊 Lily 下雨在游泳啦 OK Lewis在那边看戏啦 现在 啊 又更便宜啦 Daddy讲啦 那个股啦 那个股票啦 OK 啊 看到慢慢你们要转你们的这个 啊 概念啊 记得啦 你要知道 什么是 几时是暴风雨 几时是春天 几时是冬天啊 冬天你要种什么啊 哈 Habat ck 派钱 水派钱 Cardation Maybank派Dividend啊 弄到KLC 我跌啦 有一点啊 Maybank跌2%啊 今天 啊 跌一点啊 但是也不是很大 很费 但是你看啊 他也不是 你也不能讲 只是Maybank啦 你看 今天啊 下跌股800多 上跌股200 上跌股200 上跌股200多 都也不是讲啊 只是只是Maybank 啊 No Eat Booster 啊 没有加强 不能起 他讲啊 加强要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 好无 好无聊是吗 Ryu Andy Andy 摔到啦 Gee 太重了 Market 摸不起来啦 Maybank 29C Dividend X今天啊 Cawson KLCI跌啦 加强 Rim 转来转去Market 嗯 早点是这样子啊 呵呵 过山车就是了 给我们看 新闻 振兴集团地产与Battle 联手承接新山高层建筑项目 好 啊 今天啊 啊 今天跟这个Adlers啦 一起 新山的一个高层项目 预计总发展价值为4.7842亿令吉 哦 478个Million啊 哦 它的总价值哦 这个啊 发展价值啦 然后呢 是4.29个Ecar 现在全部 起高了哦 两几个Ecar 就可以做到 几 几百个Million 四百个Million的这个 啊 这个啊 啊 这个啊 啊 现在少少的地啊 可以做到 以前啊 没有起高楼 哇 要做几多屋子 才可以赚到这些钱 现在做 一个小小的 自己几个Ecar 就可以做几 半个Million 啊 半个Million啊 的 差不多半个Million的 project 出来了啊 都是够力了啊 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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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支撑哦 但是它的反弹 暂时是失败 但是还没有讲 完全不能 因为它没有跌破3.06 但是 哦 如果它是强 应该也继续起油 时呢 他们会洗盘啊 所以庄家要丢你们 要洗掉你们的盘 哦 如果它跌下来 再冲上去 也许是真的哦 可是它会这样子啦 它会要洗你的盘 哦 你叫金欣是 很厉害 它的股票这些 炒金欣的 是非常 超纵 非常够力的啦 这般 这般庄家啦 你要知道啦 所以如果它突破 再转弯突破 可能还可以跑 如果你放了也不用紧 也看不到动力 现在暂时啦 但是如果它再重上来 再突破3.29 这是真的要开跑了 看来 这家电力工程服务提供商表示 其子公司 Toxatech Engineering SDN BHP 已接受一家工程 采购和施工承包商的售标书 承担一座132千伏发电站的建设工作 哦 这个是这个 啊 啊 semiconductor啦 它是半导体的厂啦 所以它要做这个 啊 啊 啊 这个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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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iglu Hashiglu好像有头肩 它也炒了啦 啊 它也上升同道已经跌破了啦 啊 它已经 都没有炒太炒了 它已经跌破了 又好像又有一个头肩了 现在不是好时间去追它 风车动力也没了啊 啊 RSI也在 在骨折下面了 不是没有炒 炒了 炒了 啊 Mr.DIY 泰国公司申请在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那Mr.DIY要在这个啊 泰国的 啊 要在泰国那边上市啊 so Mr.DIY 我们这边的已经开始炒到 可能有个顶 肯定它会回调下来了啦 啊 这个已经冲了一轮的啦 啊 然后投行目标大部分都到了 这些目标我看要等啊 要跌下去 肯定它回调下来下一层下一波啊 ok 东义科技在业务照常保证后最为活跃 哦 讲的没有没有影响啦啊 那个KPMG的那个 该公司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迄今为止的财务报告尚未经过并马威的审计 以确保此次转型不会对我们的财务完整性产生影响 我看今天不是这个KPMG audit啊 所以也应该对它是不会有影响啦 啊 so G20有点反弹啦 今天 但是我还是 我们有 我们会看图 我们会看模式 我们等它反弹模式先 不要随便 因为新闻 讲好 好一点你就走去追啊 所以 我们还 还 到底还会不一定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开始看了啊 可能这个又是一个老底的好机会啊 啊 G20 可能是个老底的好机会啊 OK 给我们看这个 KJIA KJIA又拿到一个工大了 蛮大了 200多个米的 KJIA Prospect 获得价值2.928亿令吉的建筑合约 57层 Service Apartment 啊 啊 然后是这个UEMS的分子公司的啊 Mega Legacy 啊 UEMS的子公司 给大家好像有头肩你要小心啊 他继续跌的话 尤其是跌破这个1.74你要小心啊 他已经炒到很高了啦 可能做一个顶了在这边啊 他已经冲了很久了 啊 记得啦 我们讲1.2这边开始讲嘛 对嘛 1.2 1.4这边啊 啊 这边啊 没有记错啊 这边 开始讲了 就冲上去 OK 啊 现在应该可能有个 可能暂时是一个顶 不是讲他不会在一起 但暂时现在看来他如果撑不稳1.76 就看来他要回调了 要比较大的回调了 啊 现在他已经开始调了的 我好像要做头肩了 要小心啊 马来西亚计划生产本土无人机 不认机啦 跟这个中国公司合作啦 OK 马拉 马拉 国能宣布2024才年中期股息25仙 OK 所以他好像假突破啊 他突破好像掉以下来 他撑不稳14.6 你要小心啊 可能他开始下调了 肯纳格因工厂火灾下调 pres metal预测和目标价格 哦 啊 哎 p metal啊 因为那个厂呢 有一个厂被 这个啊 是火了 所以他还是给5.8 还是ok哦 好现在他跌下来可能还有机会了 现在他有一个下跌通道 我们等他 看他怎么样先 好 不要不要 记得啦 你会看图 一次不成功 你就不要 哦哦哦 如果讲这个股哦 永远不要看这些股 股票他有上升 有冬天 有春天 哦 但他春天来 你不会看他哦 你等到他反弹突破 你也看不到哦 我们再等啊 他现在跌下来 上面还有投行目标 希望他能反弹啊 因为这些新闻可能对他负面 其实对我们投资者来讲是好 哦可能他才会 要买比特币,要注册这个 TradingView,免费版也好 这个付费版也好,你要开这个CGS 可以投资马股,新加坡,美国,香港,下面有链接 OK,我们看动力股,记得啦,你用我的链接 有折扣那些东西啦,GCV Toyor One Pantonic,动力股也没有啦,今天这样的日子 OK,GCV GCV双顶,对嘛,我讲不敢追,对嘛,双顶 你看,跌跌跌跌的不上,这个跌到便宜便宜,英文GC老过 现在还在跌啦,虽然有点反弹,因为它有支撑在这边 但是不要追的,我觉得暂时啦 Bansonic Bansonic还是在跌 Bansonic支撑,这样支撑线也跌破了啦,要小心喔,可能会爽点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回调 Market层是Toyor One OK,Toyor One,哇,Dobotum也是很波动 Dobotum也是上升趋势跌破了,哇,它的趋势很难玩 我觉得它也,嗯,有点悲意,可能有小反弹 小反弹,我觉得是Toyor One 比较好,因为它一直在跌 OK OK啦,好,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先 OK,我们明天继续再谈 拜拜 拜拜